第十四集 西居 作者 柳宗元 久为三组类 信此难移辙 咸依农浦林 偶似山林客 小根翻路草 夜绑响西石 来往不逢人 长歌楚天壁 久为三组类 信此难移辙 咸依农浦林 偶似山林客 小根翻路草 夜绑响西石 来往不逢人 长歌楚天壁 久为三组类 信此难移辙 咸依农浦林 偶似山林客 小根翻路草 夜绑响西石 来往不逢人 长歌楚天壁 西居 筑解 一 三组 古代官吏的服饰 辞职官职 术 约术 术福 难移 古代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 折 被降职或调往边远地区 当时作者被贬为允州司马 二 夜绑 夜里行船 绑 此处读彭音 译为进船 此句指天黑传规 接触西石而发出的声音 三 楚天 允州原属处地 四 树 树福 五 难移 这里知允州 六 折 扁官流放 七 农府 田园 八 偶似 有时好像 九 山林客 山林间的影视 十 榜 划船 十一 想西石 水击西石的声响 十二 长歌 放歌 西居翻译 很久来为公务所累 幸好被贬折到南方少数民族地区 闲境无事 与农人的菜府为零 有的时候就像个山林中的影视 早晨耕田 番厨带着露水的野草 晚上趁船游玩回来 船出到西石发出声响 独来独往 碰不到其他的人 眼望楚天一片碧绿 放声高歌 西居 用意 长久被官职所付不得自由 有幸这次被贬折来到南夷 闲时常常与农田菜府为零 偶然间像个隐居山中的人 清晨我去耕作 翻除带路杂草 傍晚乘船沿着西石 花花前进 独来独往 碰不到那庸俗之辈 仰望楚天的碧空 而高歌自渔 西居讲解 这首诗是柳宗园 贬观永州居处 燃熙之盼石的作品 全诗写折居家境 苟得自由 独来独往 偷安自信 西居 闲与懵的应勇 西居之西 即为燃熙 诗人在林林西南游览时 发现了 曾为燃氏所居的燃熙 因爱其风景秀丽 便迁居此地 并改名为渔熙 并作有著名的渔熙诗序 已是其渔人之志 初读西居 仿佛感受到陶浅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情怀 但细细品味之下 一种强欢强乐之感 便油然而生 亲人沈德前层说 于西筑勇 处连前控恶之境 发清一淡薄之音 不怨而怨 怨而不怨 行间言外 实惑欲之 的确 这对西居的内在情怀 也是很准确的概括 但读西居 又从中读出一种 知我者为我心忧 不知我者为我何求的无奈 也许这只是自我的一种感受 但从诗剧中 风鸣真切地感受到了诗人 这种潜在的情怀 是为忧从何来 古代知识分子读书的最高理想 就是为了追求公民利路 虽也有陶遣之类追求世外之居 但这毕竟不是历史的主流 诗人曾认礼部远外郎 也算是身居高位 现却遭贬 千居此难以之地 这种心境 非外人所能道也 诗人开篇以 久未沾足类 信此难以折来自卫 仿佛这种贬居生活 正合他意 但末句就以 来往不分人 长歌楚天壁抒情 则完全表露出 这种贬居生活的无奈 是的 古来多有贬折之事 从屈原的流放 假意的牵折 到李白仕途的坎坷等等 都对贬居心情 有过众多的描述 而诗人所贬之地永州 为旧石楚地 古墨句 长歌楚天壁 更有一种 意味深长的用意 诗人在冥冥之中 又与屈原感同身受 对自己的贬居生活的无奈 又找到一个依托 但不知我者 又为我何求 往昔而居 咸衣农府 厨地种菜 小跟夜游 这种生活 不正是古诗文雅之士 心中的桃源之计吗 虽然来往不逢人 但偶似山林客 这何曾又不是一种幸福呢 是的 古代文人往往在内心 都有这种矛盾 身在仕途 而向往山林之计 而身在山林之中 又追悉往日高官之时 诗人处于此种境地 内心的矛盾实在难免 虽时时强作欢乐 已与扁居生活 但面对这来往不逢人的日子 而回想往日 谈笑有红辱的岁月 心中必有无限感慨 但愿诗人能悠然地享受 这西居生活 无需无奈感叹自己的孤独 世间自有之音在 西居平溪 公元810年 唐元和五年 柳宗元在林林西南游览时 发现了曾为染世所居的燃溪 因爱其风景秀丽 便迁居是地 并改名为渝溪 这首诗写他迁居于溪后的生活 诗的大意是 我久违做官所鸡肋 幸好有机会 便折到这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中来 解除了我的无穷烦恼 贤君无事 便与农田菜府为林 有时就仿佛是个山林隐异之事 清晨 踏着露水去耕地除草 有时荡起小舟 去游山玩水 直到天黑才归来 独来独往 碰不到别人 仰望碧空蓝天 放声歌唱 这首诗表面上似乎写戏剧生活的闲事 然而字里行间隐含着孤独的忧愤 如开手两句 诗意突兀 耐人雄味 辩官本是不如意的诗 诗人却与反义着比 说什么久违做官所累 而为这次贬窗南荒为信 实际上是含着痛苦的笑 嫌疑 偶似相对 也有强调闲事的意味 嫌疑 包含着头衔置散的无聊 偶似 说明它并不真正具有影视的淡泊 闲事 来往不分人聚 看似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 但毕竟也太孤独了 这里也透露出诗人是强作闲事 这首诗的韵味也就在这些地方 沈德前说 于兮诸勇 处连乾孔恶之境 发轻疑淡泊之音 不怨而怨 怨而不怨 行间言外 食获欲之 这段议论是很有见地的 感谢观看